長濟師突破性感染之後 國內今天新增兩例本土案例 以及四例境外移入 沒有新增死亡 新增的兩例都在新北市 其中家住在土城的是這對夫妻 太太是幼兒園的老師 7月的時候就已經接種過 莫德納疫苗了 但是她還是染疫 幼兒園現在剛開學了 就要停課兩週 而且是多達42名 3到6歲的小朋友都要居隔 也讓家長非常憂心 才剛開學不到一個禮拜 新北一家幼兒園 就因為老師染疫全校停課 這名老師的先生家住土城 9月1號出現發燒症狀 4號到亞東醫院 篩檢PCR陽性 CT值24 當天緊急匡列 她的太太也在隔天確診 出現症狀時間 則是8月27號 比先生還要早 而且CT值偏低97 她們戶戶是個滿單層 所以匡列了她的太太 太太的職業非常特殊 她是一個幼兒園的老師 接觸的有68人 以及積加隔離有55人 那同時也開始採取 課學式的吞抱 確診的太太是幼兒園老師 幼兒園擴大匡列採檢 有42名3到6歲的小朋友 必須居家隔離 教職員工則匡列10人 光是校園部分 總計52人匡列採檢 9月4號開始 必須停課兩個禮拜 由於小朋友無法單獨隔離 因此家長也必須有人陪伴 實際居隔人數可能倍增 先生或是太太的膽染源 從何而來 我們目前在釐清當中 今早一確認老師是陽性以後 全員就匡列採檢 居家隔離 對幼兒園我們採取最嚴格 最高標準的方式 剛開學就有學校要停課 還有小朋友必須居家隔離 採檢家長人心惶惶 面對Delta入侵可能性 地方政府只能用最高規格 防堵疫情避免破口出現 居家會王志文新北採訪報導